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期史報》 於4月12日刊文 稱近年中紀委及《國監委》發布的通報中多次提到政治騙子 目前 中央正加大力度打擊結交及充當政治騙子的官員 要堅決剷除政治騙子的生存土壤 文章中點出 中共公安部前副部長傅政華與山西省前副省長 省公安廳前廳長劉新雲 就是政治騙子式的結交 傅政華和劉新雲都是公安部前副部長孫立軍政治團夥的主要成員 政治騙子這個詞是庫莉 蔡奇首先提出的 習近平在最近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再次提出 現在要警惕兩面人 要警惕政治騙子 旅澳法學家袁紅冰在《精英論壇》節目中表示 習近平其黨刊重提政治騙子 如今中共有170多個軍機以上的官員 包括軍工體系內沒有軍銜的都是習家軍 都是中共二十大以後提拔培育出來的官員 他們現在出現了問題 習家軍內部出了大案 對習近平是一個重大打擊 袁紅冰表示 這次對習近平的打擊和當年林彪出逃一樣 林彪當年是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 結果林彪背叛了毛 而像秦剛 李尚服等人都是習的心腹親信 二十大之後上任不久 就出現了這種絕對背叛的大案 這對習就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 所以 他在政治局會議上 特別提出了要警惕政治騙子 警惕兩面人的概念 據袁紅冰來自中共體制內良知人士的消息稱 最近習近平認為 在二十大以後的最高層領導班子裡也有政治騙子 當然 現在還沒有明確指出是誰 但是 據中紀委里希上臺以後的一系列舉措 袁紅冰認為 這個新的政治騙子很可能就是趙樂際 中紀委的內部調查發現 在和恆大案件和秦陵違建案件中 趙樂際及其手下人馬和反習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今年4月2日 時任江西省政協黨組書記 中共前司法部長唐一軍落馬 唐一軍被提拔升官 先是靠前浙江省委副書記 省政協主席劉峰 後來的聲稱靠與劉峰關係緊密 時任中組部部長趙樂際 自由亞洲電臺專欄作家高新 在夜話中南海中說 唐一軍曾任浙江省委副書記 省政界主席劉峰的秘書 而曾長期在青海工作的劉峰與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是患難之交 大陸財新網曾披露 唐一軍的主要問題發生在其主政浙江寧波和遼寧期間 還涉入恒大集團暴雷案 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紀委書記 魏建行撰稿人的王有群也分析稱 唐一軍突然落馬 是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紀委書記李希 對另一常委趙樂際的又一次重擊 王有群分析 李希於2022年就任中紀委書記後 一直在清洗趙樂際提拔重用的官員 李希之所以頻頻重擊趙樂際的親近人馬 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習近平並不待見趙樂際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4月18日再度下跌 在17日短暫反彈後 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18日重拾跌時 中共央行反覆強調將維持匯率穩定 16日 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跌至7.27 早盤最低跌破7.28關口 創下自去年11月14日以來的新低 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7.2396 較前一日官方收盤價下跌11個基點 跌幅0.02% 也創下5個月新低 彭博社4月17日報導說 根據對十位分析師的調查 預計人民幣將在本季度末跌至1美元對7.30元人民幣 龍舟經訊的中國經濟學家何偉說 人民幣將緩慢下跌 他預計 人民幣將在6月底前測試1美元對7.30元人民幣 興展集團 馬來亞銀行和渣打銀行的分析師也認為 人民幣近期可能跌至7.30或更低點 中共官員一直對人民幣保持警惕 因為人民幣貶值可能會引起中國股票和債券市場波動 而且放鬆對人民幣的控制 會加劇資本外流並削弱消費者信心 彭博社報導說 中共央行面臨著為人民幣貶值尋找最佳速度的持久戰 以避免引發市場恐慌或資本外流的情況 但是由於投資者對中國大陸經濟增長信心不佳 抓住一切機會拋售人民幣 因此中共央行的工作變得越來越困難 人民幣持續下跌 引起市場關注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17世對NTDTV表示 人民幣匯率下跌的背後 實際上是跟中國經濟的衰退有關係的 謝田說 我們知道通常情況下 如果國家的經濟強勁 出口強勁的話 會給它的貨幣帶來一種升值的壓力 而相反 如果出口下滑的話 會給貨幣帶來貶值的壓力 所以 中共的貨幣再下跌 實際上是中共的經濟下滑 出口下滑帶來的這種壓力造成的 根據中共海關總署4月1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按美元計價 3月近出口總值同比下降5.1% 其中 出口驟險7.5% 創下去年8月份以來的最大跌幅 而進口則下降1.9% 由於中共一貫隱瞞真實數據 外界普遍認為實際情況可能更糟 據美國之音報導 18日晚間 美國廣播公司新聞援引一名美國高級官員的話說 以色列導彈擊中了伊朗境內的一處地點 但以色列對美國保證 以軍不會把伊朗核設施當成為攻擊的目標 美媒NBC引述一名熟悉情況的消息人士表示 美國並沒有參與以色列向伊朗的攻擊 伊朗在13日晚間發射了300多枚導彈 自殺無人機 以打擊以色列境內的目標 主要是報復以色列在4月初空襲敘利亞的首都大馬士格伊朗外交機構 且炸死伊朗革命衛隊的將領 儘管西方呼籲以色列截止 可是以色列卻表示一定會對伊朗有所回應 據伊朗法司通訊社報導指出 伊朗中部的伊斯法漢市一座機場附近能夠聽到爆炸聲 伊朗有數個核設施是位於伊斯法漢市 包括了伊朗軸濃縮計畫核心的納坦茨設施 法司通訊社表示 位於伊斯法漢市的西北方加賈沃斯坦市也傳出了爆炸聲 包括附近駐有戰機的基地 伊朗有多個省份防空系統都已經啟動 截至目前為止 在伊朗中部伊斯法漢 敘利亞南部蘇維達省和巴格達地區 伊拉克的巴比倫皆分別傳出爆炸聲響 不過 伊朗國家電視臺指出 在伊斯法漢省內的核設施並未受到損害 CNN報導 目前飛往德黑蘭 伊斯法漢 希拉茨市 以及飛往伊朗西部 西北與西南部機場的航班都已經停飛 18日 伊朗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表示 以色列方面必須被迫來停止任何的進一步損害我方利益的軍事冒險主義 在此同時 聯合國秘書長已警告稱 目前中東正處在最大危險時刻 在以色列反擊伊朗之際 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也於同一天迎來他八十歲生日 據《以色列時報》報導 哈米尼是在1989年上位的 已長達35年的持續掌權 其為中東地區在位最久的統治者 近日 一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表示 如果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採取行動 那麼 以色列的核設施也將同樣淪為攻擊的目標 而且德黑蘭可能因而發展核武自保 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 德黑蘭和安全的負責人哈克塔拉布 在接受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訪問知識透露 已經鎖定了以色列境內的核設施 美國 以色列及許多西方情報機構都指出 伊朗的核設施已經遠超出和平所需 且正在與先進的彈道導彈來搭配使用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局長伯恩斯於去年披露 伊朗提煉濃縮油進展及核導彈系統的研發進度 正以讓人憂心的速度成長